2016年,凡少皇PK全王周世明,周世明抗议,这太不公平了 就在大家以为周世明认识了,没想到他话中一转 说道,跟他打,我只有一只手就够了,不能欺负人 那么,最后到底还赢了 1972年,凡少皇出生于香港的一个武士世家 他的父亲凡眉身是少世之名的吴达元 经常饲演一些飙汗陪屋的满夫,壮汉的角色 不仅和李小龙亲如兄弟,就连凭金宝 成龙见到他,都要尊称一身师父 因此,在父亲的影响下,凡少皇从小就开始习武 劝剿了一身好武功 与此同时,他在两岁的时候,便遵循父亲开始拍戏 进入娱乐圈发展 1992年,凡少皇出演的电影《丽王》 只上映了七天,就达到了二百万票房 而他在片中那几十多千斤的重拳,让他一举成名 从此他片约不断 1997年,25次的凡少皇在金融的武侠剧《天文八部》中出演了武艺高强 逍遥神功威力无间的虚竹一角,更是让他名声大噪 出演《业文》的时候,他和真子丹队打都不过下风,战斗力是一场强 2010年,凡少皇在拍摄,现有魂时,曾出手做过《刘雨昕》一命 当时在拍摄的时候,导演为了呈现出更好的笑容 特意在周围摆了许多种情绩 然而没想到,等到真正拍拍时,刘雨菲的表情充满了痛苦 就在众人惊叹他的演技时,只有凡少皇他觉得不对劲 后来那个《凡少皇》就很认真在看过我 他就发现我没有在那个 原来游依贼的头发,被身后的不通积极了几句 幸好《凡少皇》下线的吉时,要来工作人员赶紧进去救援 这才并免了一次事故发生 2014年,凡少皇在出演,一个人物理一时 就曾和王宝藏在骗子切脱了起来 众所周知,王宝藏曾在少林去国六年 然而在现实中,他根本不是凡少皇的对手 然而在一场节目中,全王都是名就跟凡少皇的对手 两人打算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撮脱 当年,凡少皇对战拳龙周知名 48公斤的周知名被80公斤的反少皇上说 我用一只手就能轻松把你打下 很多人都好奇成龙,李连杰,甄子丹真实打一场的话 到底谁能赢,但作为职业的拳手 太森曾评价说,如果没有规则 我一拳就能解决一个李小龙 那么,难道我打明星真的打不过职业拳手吗 因此,在一次节目中,凡少皇就跟周知名来了一场男人之间的较量 谁高谁低一目了然 当时的凡少皇体重有80公斤 而周知名只有48公斤 一般的拳击赛都是根据运动员的体重划分等级的 因此,按体格来看 凡少皇比周知名高出一个头 两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周知名就像是个弟弟,根本不是对手的感觉 不到到比赛正式开始 双方在喊话环节时,周知名直接放出狠话 我是职业拳手,我一只手跟他打就够了 免得你们做欺负人 此话一出,凡少皇顿时面露难堪 这不是明摆的挑衅 谁出谁赢还不一定呢 两人站在擂台上 随着哨声一响 两人的对战一触即发 一开始,凡少皇确实用自己的身高和体重的优势 占据了上风,向周知名连环出击 可毕竟周知名身经百战 他不仅是第一个在世界锦标赛上获得奖牌的中国选手 更是在北京奥运会上 直接盖得金牌,被誉为中国拳王 只见,周知名左躲右闪 几个回合下来,凡少皇出拳十多下 才微微碰到周知名 在两人坚持三个回合后 凡少皇就有些体力不支了 就在这时,周知名瞄准了机会 直接一拳轰在凡少皇的脸上 接着向他发出了一套组合连击拳 打得他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 最后败下阵来 比赛结束后,凡少皇类的上气不接下气 而周知名仅仅只是流汗 但依然经历崇美 还接着和陈国坤展开了对决 这一次,周知名用了两只手 陈国坤曾模仿过李小龙 出演过《少林武功》 怎料他一上场,就被延续挨打了好几拳 最后直接被周知名逼到了角落 过后,周知名还表示 自己全程只使出了两成的功力 节目播出后,网友们纷纷留言 别拿你的兴趣爱好挑战人家的饭碗 也有人认为,擂台上有擂台的规矩 所以一个武术人上台后 无法发挥自己真正的实力 担下了擂台,武术人套路多,招使多 因此,武术人的胜率更高 当周知名在台上被打的鼻青眼肿时 他的老婆正穿着性坦的低胸装 大笑傲然的事业线 但作为拳王背后的女人 你可以追忆他的穿衣风格 但绝对不能追忆他对周知名的感情 因为他那双粗糙的像六群脑胎的手 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年,他果断放弃自己的大好事业 成为丈夫背后的女人 全程跟着丈夫打比赛 担任他的保姆和翻译 甚至精准到一粒米,一滴水 在家里,阮盈盈也是当爹又当妈 要同时照顾两个调皮的孩子 也可以做到一手报完一手炒菜 而阮盈盈付出的远布是这些 2019年,他不顾摘出子宫的威胁 为周知名生下的三胎儿子 却没想到他儿的着床位置 正好在之前的刀疤上 因此,他随时都有可能大出息 就连医生都告诉他做好摘出子宫的准备 对此,很多网友不解 难道周家是有皇位要记成 为什么阮盈盈伤了两个儿子还不够 其实,这一切正是因为 周知名常年在赛场上搏斗 一拳拳被捶击在脸上 导致他的左眼已经眼眶下陷 是神经受损 视力只有0.1接近失明 并且,体育圈一直有拳击手 更易换帕金森之说 这个病最恐怖的地方 不是常年静止性颤抹 还有姿势和不态异常 有时在行走时 会突然将在原地不能动呢 仿佛时间只对他一人静日 甚至路上随便一个小石子 就有可能随时要他的命 因此,当阮盈盈成为他女朋友的那一天 就在为他做打算 直到多年后 他在一个杂志上看到 婴儿的期待险可以做此理 所以他冒险生娃 正是想为老公保留期待险 而丈夫的辛苦 他也全部看在眼里 因此,结缘也成了他最看重的事情 所以在当儿子萱萱浪费食物时 他直接在镜头中发表怒恨 你告诉我 太臭 白白白说什么 为了让儿子更直观地了解 他还带着孩子去拳击现场 只有看着在台上用生命打拳的爸爸 儿子才能真正体会到宗世民的不义 也正是父亲在台上不放弃的精神 三次的萱萱在参加爸爸去哪儿时 跟当地的一个小朋友比赛摔跤 在面对比自己实力高很多的对手 即使多次被打倒在地 他没有哭也没有放弃 屡战屡败 屡战屡战 而这一切都有归功于阮影的境